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是2023年7月23日 大家準備整個姜濤個人演唱會怎樣 如果你們之前買到票就恭喜大家 我相信大家現在已經在密羅緊固 準備當日去姜濤演唱會 要準備什麼 燈牌 應援物 要當晚帶去 如果買不到姜濤個人演唱會的票 現在也有很多遊戲可以搞的 還有各大群組現在好像有點緊迫 緊迫什麼呢 近來不知道為什麼 Gordon就客觀去看很多群組 都有人開始放風討論 要買姜濤的個人演唱會 我一早強調姜濤已經一再叫所有的姜濤 不要光顧黃牛黨 不要光顧黃牛黨 這個不單是姜濤的直接下達的一個訊息 而且高登仔也分析過給大家聽 不要光顧黃牛黨 因為你光顧黃牛黨 下一次你會更加難買票 所以沒有光顧黃牛黨 就看看能不能直播 最後一場直播 記住記住 近來就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發生 因為在高登仔和一些網友的傾談之下 我自己親眼的 我自己親眼發覺在多個的姜濤群組裡面 就出現了一些之前不是太出聲的人 之前不是太出聲的人 是說的突然間就非常異常之活躍 活躍在什麼呢 活躍在他們開始討論 姜濤個人演唱會 光顧黃牛非的行動行為 當中就牽涉到有些姜濤 就開始在Facebook群組發現了一些問題 這次高登仔就親自去接觸這些黃牛黨 當中就發現了一些驚天的大事件 大事件不要說是陰謀了 亦都手上拿了他們售賣這些門票的一些內容 一會跟大家報導 這次高登仔異身犯險 其實也不是說什麼異身犯險的 他都基本上都不知道我是誰 我又沒有開名自己高登仔 跟他談談了一段 跟這些黃牛黨 就是這樣 好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立即去到這部 有沒有like這段影片 如果like這段影片 記得也要留言 留言簡單一個笑容一個心都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就多留幾個字 如果可以的話就超級感謝 超級留言 超級 sticker在我每段影片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7月份Youtube就不會推我的影片出去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對抗這個haters 對抗這個黃牛黨攻擊 因為近來高登仔發現很多黃牛黨 應該衝進來去搞高登仔的頻道 所以大家要設計不要光顧黃牛黨 好了 開始這段影片 說回第一單剛剛所說的 黃牛黨飛的問題 大家真的要切切實實聽高登仔這一節說的話 好 事件就這樣發生的 近來高登仔跟幾個不同的薑糖在談 在DM高登仔 不約而同地發現 近來在 我不敢賣100% 大多數 即已知的一些 姜濤的group 姜濤的群組那裏 就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近來有大量 我可以稱得上 大量的薑糖在討論一個話題 就說近來要買個人演唱會的黃牛票 很清晰說 他們其實是討論買黃牛票 買多少張 什麼價位賣等等 我很好奇 其實我都不是太多時間 我選了幾個姜濤group來看 我發現的確近這兩天 是很多的以往不出聲的人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group 以往不出聲的一些人 他就開始說要買黃牛票 四場都要買 其實正常的操作是這樣的 正常的操作是說 之前如果在這些姜濤group裡面 之前買票的時候 通常姜濤就說買不到 怎麼辦 倒不如這次初期就說 倒不如我們幫忙一下黃牛 經過一連串的討論 通常結論都是不買黃牛的 因為第一 如果你作為姜濤的話 你是會聽姜濤的說話 姜濤已經一再強調 不要幫忙黃牛黨的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 他們通常就會在近這兩天出現 之前是不積極說話的 接著他就會說 近來我看到很多網上賣票 其實有些是黃牛黨 就說不貴的 給多一點錢就可以買了 接著就說很多的原因 接著就說 因為我是最欣賞姜濤的 最愛姜濤的 這次姜濤第一次開演唱會 給多一點錢進去 我一定要努力找票入場 支持這位心底善良的年輕人 OK 即是你聽不聽得出 去說這些東西就 即是有些 好像是情緒勒索大家那樣 即是說如果你不買票入場去支持一個年輕人呢 你就是不支持一個心底善良努力的年輕人了 那這件事就很吊詭了 其實你買不買這個姜濤的票 他都一定爆滿了 四場 只不過是你想通過一個論述去票大家 幫助和牛而已 很有趣 通常就有四五個人就和應他 之前都不特別見他多話說 近來就見他這四五個人就 你一言我一句就說要買等等去買 當有人就說 咦?大家記不記得 即是這些真真姜濤 你記不記得姜濤說過不要壞黃牛飛啊 通常他們就不會回應 而且在群組裏面就不斷在這 立即打很多訊息 以圖是蓋過這個叫說姜濤不買 叫大家不要買黃牛飛這些言論 以圖蓋過 繼續在這裏討論 很有趣 見到你一言我一答 高登仔見到不是一個群組出現這些情況 其實幾個群組都在出現類似的情況 待會再分析過究竟發生什麼事給大家聽 高登仔見到這些情況就真的非常好奇 究竟買什麼狐奴賣什麼藥呢 通常他們就會在群組就說 我之前就幫襯過類似的群組買票 高登仔就秉著一個支持姜濤的頻道 以免大家誤中一些陷阱 然後我就摸騰折瓜 慢慢去摸到這些群組 終於聯絡上一個 黃牛黨一個 我利身是一個 那我就在通過談的過程 就看到他 我就說我用什麼 我通常就不用WhatsApp 通常我就摸瓜自騰去到他的Facebook 他有些Facebook群組專賣這些票 他就在說這個 這個 就這樣說 他通常就會問你買多少張 跟你聊聊天 說他手頭上有大量類似的票 然後我就會假裝說 咦 其實就 咦 咦 怎麼說 我就沒什麼idea 其實四場 哪看哪場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他就會發出一張表 叫做姜濤演唱會 輸了四場的日子出來 就有了所有的票的價錢 和數量 和行數位置 這樣 但是他就會通常 就這樣說行數 就不會說哪個位 然後我就跟他在那裡聊 就說 好想看姜濤演唱會 但之前買不到票 然後我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原價買給我 然後他說 原價的票已經被人買了 我現在手上還有一些部分的票 他就傳一個類似WhatsApp Excel表給我看 我又類似這樣的票 然後就看到我的價錢 通常去mark那些價錢 便宜極都要一倍以上 即是說 如果最便宜那張票 他都在mark兩倍以上 有些誇張得 他就連連連 我看到手頭上這些 連連四張票就大約要萬多元這樣 通常他就說這些票是1080那些 1080如果四張票就是2500那樣 如果你可以一次過訂四張 通常便宜一點 類似就是這樣 當然便宜 總之 怎麼說你一定不會原價 我就問他 我說現在都差不多 去到姜濤演唱會的時間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票 他說其實手頭上票就不是很多 不過見你這麼好談 我就給我一些真藏之寶 我眨眼看 其實姜濤的票 基本上我看到數量就仿恥很多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最大的集團 我相信 當然這些黃牛黨集團就明目張膽 這樣 接下來我想我就這樣手頭上 看他的確認識 如果是真的話 他手頭上都佔了 看看先 1 2 3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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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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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8 不知真還是假 所以我沒有見過 然後我就一直問他怎樣交收 他通常就要你先交了錢 我通常這些當然是假裝做這個精明的消費者和僵巷 我說我要見到貨才交收 初初他就說沒什麼問題 一路談下去 然後他就總會找些藉口說 因為現在大量人和我訂票 之前又說大量票 所以現在他就轉變了模式 我們談了那麼久 你相信我的話 你就傳入這個戶口 然後我就會用送封縮地寄給你 然後我就會說 這樣好像沒得保障 你走路的就不行 這樣就不怕的 我現在給我的WhatsApp你電話你 有什麼事就去找我 我會全力負責 去到這步 找鬼信嗎 說真一句 那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 看完這些 我就 已經有了證據了 那就是 已經有些列表 已經全部出來了 然後我就跟幾個網友說 他不略而同都得到這張列表 我都有想過把它貼出來 不過 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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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黃牛黨資料 免得了 免得了 別人不會以為我叫大家買黃牛黨的票 那我就絕對不會了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回到幾個群組去看 其實通常 這些買黃牛票的討論 那幾個人就會非常積極的 如果是說譬如姜濤的一些姜務 說他近來的一些準備功夫 就是說一些 輕鬆一些 或者不牽涉 個人演唱會的東西 通常他就會 潛水 不說話 然後我就提出一個疑問 如果你是真正的姜濤 那你如果是 一個 對於加入群組 想多些互動 認識多些姜濤 一起開心心 說一下姜濤的話 你不會只是說個人演唱會 是不是 我想 譬如你之前說得很開心的 有幾個群組都是 說到很多 很多很多的東西 關於個人演唱會 那他就說了 但是 如果一說到其他人 其他東西他就通常不出聲 譬如說 為何有人就問他 為何我不看直播 要看 這個 為何要看直播 而不去看這個 什麼呢 通常 那些人就會 問他這些問題 這樣 他就會 一卓咀就說 沒有理由 姜濤第一次演唱會都不看 我呢 就請我看 演藝 現場演藝 這樣 因為現場演藝才是真心支持姜濤 但我心想 其實你說姜濤已經一早跟你說過 千萬不要幫襯黃牛菲嘛 你一幫襯黃牛菲 這樣就會 跟他背道而遲 我想這些 很多姜濤都知道 但是 我想 一件事 始終 這些黃牛黨 就要 要小心 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 他們那個 怎麼說 不知道他們那個真還是假 就算他們是假的 就算他們是真的 其實也不要光顧 而且如果說假就更加不好了 是不是 更加不好了 如果 一說出假的話 你又有金錢損失 是吧 又有那些 又有那些 風險 你又要給了一些 可能有機會給了一些 個人資料 就給了人家 所以就真的要極度小心 關於這些事 所以 我高登仔都 現在都一再強調 千萬不要幫襯黃牛菲 始終都不是太好 而且 一來 姜濤就 不喜歡大家賣黃牛菲 二來 他們近跑的操作 實在太容易去辨別了 他們越是說要幫助黃牛黨 甚至提供一些group的資訊 或者突然私底下聯絡你 你就跟他們私底下 會聯絡你 我絕對要小心 應該都是黃牛黨假扮姜濤 潛入 各大群組 純粹賣票 這樣 為何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高德制都歸納幾點 第一件事 其實我想有很多姜濤的確在個人演唱會 姜濤個人演唱會的初期 其實都立心真是想買黃牛菲 我知道的 亦都很理解 亦都很理解 1080的票 是買到四萬元一張 老實說 你買到四萬元一張 就真是 你當那些姜濤是水魚 你縱使自己 有錢 我當是給得起錢 四萬元 其實 香港 很多 很多人都給得起錢 但問題上 我又覺得 不可以助長這些東西 還有有很多姜濤都覺得誇張 然後 一直跌到兩萬 一萬 現在是說 幾倍的價錢可以買得到 至於我的原價 你根本就不用想 你進去問根本是不會有 他只不過在各大群組 講這些什麼原價 賣票這些情況 有騙大家進去著載討論 給你更多這些資料 根本就是 是沒有可能的 對於黃牛黨 所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現在 初期真的有很多姜濤是想買黃牛 但是 去到後期 都想想起 第一太貴了 第二 搞來搞去都 這麼貴的黃牛票 那就不買了 一直拉腳架 希望去到後期 有些 便宜 但以往的經驗通常很快賣了 以及 以往的經驗 就算 說上年MIRROR演唱會 去到 差不多舉行之前的一個星期 或者 整個月 其實已經是沒有 沒有黃牛黨的出現 已經賣了票 因為上次沒有直播 這次就宣佈了 如果在尾場 就會有一場直播 那樣 所以我想 大家姜濤 在以往 近這半年有多的經驗 Maker View 都做了很多直播 包括上次大把的山坑演唱會 粵陽直播都非常之順 其實它的直播的 技巧越來越好 越來越清晰 還有 畫面真是帥仔的 畫面 你又可以在家 享受來看電視 看直播 也可以 二來 就 因為很多姜濤就開始覺得有選擇 就看直播 不如看直播 就不看 黃牛黨票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如果做得久 姜濤都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 姜濤就並不喜歡 大家去光顧黃牛 所以 老實說 我不是說 講 不是因為我買到票 而說這些說話 是因為就算我買不到票 我都不會光顧黃牛 因為如果我做得久 姜濤的話 其實 我知道姜濤在想什麼 是不是 你炒 黃牛票 我之前都一再強調 如果你光顧黃牛黨 他們知道有理由 下次姜濤再開演唱會的時候 又是會 又是會 炒高了 和你搶 對不對 我縱使看到我那張 這樣的售價表 Excel售價表 我當是真的 我們有200多張票 他們都很狼 對不對 他們怎麼可以買到200多張票 你跟我說 就肯定用那些機械人 肯定用那些程式去跟你們搶 一用這些程式跟你們搶 你基本上一個正常的人 是很難買得到 很難跟你們搶進去 那個系統那裡買 我當然希望這些東西有關方面就可以 再阻擋買賣的系統改善 不過這個是下次才算 那麼 第三樣東西就是近來各大的一些群組 譬如 有些YouTuber 包括高登仔 不要說其他YouTuber 就是我了 你就當是我了 我都一再強調 大家不要買 黃牛黨票 亦都陳述分析 買黃牛票的 第2處 還有你們之後會承受自己的 因為幫助大了黃牛黨 所帶來的惡果 高登仔都一再 說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影響了多少人 我都盡力而為 所以 所以 你說我 之後我會預計到些什麼 可能都不會有 繼續不會有人 買黃牛票的 我覺得 兩個方式 如果給我是黃牛黨 第一 我就製造一些言論 就說 姜濤現在的演唱會 黃牛黨 的票賣不去 證明現在姜濤 是脫粉 脫糖 是吧 搞到那些 有時候 姜濤也會 聽到這些 就不開心 這樣 就怕黃牛黨 在這裡宣傳 姜濤演唱會 沒有人看 令到黃牛黨損失 現在姜濤的時代 軟結 有些YouTuber 最喜歡說 姜濤時代 軟結 這樣 對 對 這樣是刺濤一 刺濤二 黃牛袋就會 原價求獸 真的 這個地步就是最大誘惑的 我跟大家說 因為你去到原價兜售這件事 我想有很多姜濤會心慾 但是呢 正正當他開始 原價兜售姜濤的演唱會 正正就是他們開始 步向滅亡的時間 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要 很光顧他 因為你如果光顧他 即是等於幫他補血 幫他繼續延命 幫他繼續去下次跟你搶飛 所以當他原價求獸 你們應該立刻向不慶祝 即是說 他們開始頂不住了 如果再不原價求獸 他們就將會 吃到炭炭腰 還有他們不會再出現 下次姜濤演唱會 當然這些就真的是 就是高登仔講 就講了很多次了 分析 討論也都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最終 荷包就是大家姜濤 錢就是大家姜濤控制的 至於買不買呢 就真的我都控制不了你們 是吧 只不過是 我相信 聽我的頻道聽得久的 觀眾和聽眾 都知道高登仔的想法 和姜濤的想法 至於如果新進來聽的那些 我都願意請你們千萬不要光顧和牛黨妃 因為你們只會助長他 明白嗎 所以 這些就是我的 看到近來各大群組出現的情況 我自己也有一點點跌眼鏡 始料不及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功勞就不在於高登仔 我覺得功勞就在於 一個很重要的 里程碑就是直播系統 我想直播演唱會雖然對於 很多姜濤來說 就叫做姜濤第一次開演唱會 應該是叫做 去現場看 但我相信更加多的姜濤 是會喜歡直播的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直播其實有很多優點 第一樣 起碼不用跟別人被迫 是吧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跟別人被迫 是不是 第一樣 其實如果老實說 Colden仔 如果不是說 風涼話 如果我買不到票 如果我當初知道有直播 可能我未必買 現場票 我老實說 這不是說馬學炮那些 其實如果比Colden仔 可能有時候 我都會情可看直播 為什麼呢 我喜歡在家裡 對著自己 但因為我Colden仔的一部電視機 就OK的 也有50吋 如果在 射下去的電視看 是非常之好看的 還有 近來Maconville的直播質素 在不斷改善 我相信 都相當不錯 還有 你在家裡你喜歡 怎樣都可以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 就說你吃什麼東西 喝酒都可以 是吧 那或者是 你穿著什麼衣服 睡衣看都可以 你說多過癮呢 又不用跟別人逼 又不用 雖然我這裡有冷氣而已 是吧 狗剪 不是狗剪 是這個 機場的那個展覽館 博覽館 但問題上你 穿著水衣支持姜濤 拿著一支 叫做姜濤燈 姜燈 一樣都這麼開心而已 最重要你 不用浪費車 車程 也不是浪費錢 是浪費時間 那麼辛苦 大熱天使 但當然 其實很多姜 有些喜歡 玩現場 演唱會的姜濤 可能未必跟我意見 但我自己覺得 與其 是真的光顧 黃牛黨 的話 不如我們這次一次過 就把那些黃牛黨殺掉 是不是 把那些這樣的票 由得他們 自己留念 有些黃牛黨 是不是 你猜說真的 200 200張票 我當作拉雲1000元一張 我當作拉雲 那裏有多少錢 20多萬 那裏有200張票 目差 那裏有20多萬 我不知道 那些黃牛黨 究竟有多大的power 那裏有多少錢 那裏有多少錢 可能20多萬 可能他濕濕碎 但是 我覺得都重創了 那他可能下次不敢 惹薑糖 或者不敢跟薑糖 買票 其實你想一下 我們 為什麼有些人 買不到票 其實那個 罪魁禍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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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就是黃牛黨 當初我們 賣不到票 因為他們搶 他們搶到手 然後又以高格 賣回我 我們有時候 我這樣的立論 就是說 我們 光顧他們 就是光顧自己的敵人 然後又繼續 助長他們之後的 實力 是吧 好像被他們在玩 所以 我自己都一再強調 就算 我真的買不到票 我都不會幫助黃牛黨 何況現在有直播 我自己都一再強調 我覺得 還有 小心一點 大家在群組裡面 特別有一些 原本不出聲的 就容易辨認得到 我看到有一些 原本都在群組裡面 都減不中出聲 都叫做 半活躍的份子 近來就非常活躍 去說這個 買黃牛房票 通常他們就不是一個 通常他們有幾個人 一起和應 在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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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那些就 極度恥 所以 我自己都再次呼籲 如果 在所有的姜濤group TGgroup WhatsAppgroup Facebookgroup 姜濤group裡面 是說黃牛票 怎麼買 什麼時候買 去哪裡買好呢 那我掛給你 九成九 我現在高登仔說 九成九那些 一定是黃牛黨人 來的 只不過 出局 就去 引大家 去買黃牛黨票 以求散貨 所以 大家就要小心了 大家要小心了 希望 大家就 警惕這件事 警惕這件事 不要光顧 黃牛黨 這樣 這樣 大約就是這樣 那就是 近來發生的事 希望提醒到大家 好嗎 好 另一單 資訊 就有一關 全球 全球最英俊選舉 這個只不過我用廣東話 去表述而已 這個全球 全球最英俊選舉 其實不是第一年舉辦的 其實已經說 今年是第二屆 叫做 The Most Handsome Face Man In The World 2023 我記得上一排幾個星期前 我有跟大家報導過 今年這個選舉期 這個截止日期就是 10月31日 現在在說還有兩個多月 姜濤原本在我上次報告的時候 是第二名的 落後著一個 韓星 這次我再看 其實我偶爾再看 因為我不是特別著涼去看這個選舉 因為我一會跟大家說的原因 這次 姜濤 我再看這個 全球最英俊選舉 姜濤已經上了上第1位 現在總共有117,000多票 佔了準投票率 52% 第二位 一個 韓國的明星 9,000 93,000多票 差2萬多票 這樣 未聽高登仔 其實不是太過緊張的 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今年我剛剛也說了 今年是第二次搞 去年搞呢 我記得我也是有 在我的頻道 說過類似的 選舉 叫大家去踴躍投票 這樣 那我一直在看著 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去年 這個選舉完了之後 是完全沒有公佈的結果 完全 沒有任何 加許的消息 出來 這樣就突然 沒有了 不是 是正正這個選舉 今年又搞多一次 我的心想 因為去年 在我最後 Last Checking 的時候 在2022年 全世界最英俊選舉的時候 姜濤也是No.1 但是 忽然間 也是 沒有了這樣的消息 沒有了這樣的資料 我難免覺得 有一點被人困了 畢竟 高登仔都很認真對待你的選舉 我特意在我的頻道 幫你宣傳選舉 但是到後來 我一直在看 姜濤是No.1 越拋越遠拋你第二位 但是最終 你完了之後 你好像無聲無聲完 完了之後又不公佈結果又不成 去到今時今日 是不是 我看到有些群組 有些人 在宣傳 全球最英俊選舉 是不是 但是問題上 我看到 我的人似乎不知道 去年發生什麼事 所以 去了 八大選舉 繼續投票 雖然高登仔今年也有投票 而且他每個小時都可以投票一次 也是一個很容易的投票玩法 亦都不需要通過 加很多個人資料核實 即是說 有機會 即是容許我這樣說 即是我的投票 是一個姜濤可以投 很多很多很多次 對不對 亦都擺明 姜濤為何現在是第一呢 證明有很多姜濤去投票 亦都那些姜濤呢 應該不止投一次 那你問高登仔投了多少次呢 其實我就 我就 初期我都投了很多次 但問題上就是 頭頭覺得不對勁 我翻查我之前 做一些影片 去年得出那個 result 你又沒有公佈 又沒有任何獎狀 你起碼 你做個樣子 最後最後選舉期完 冠軍是姜濤的 這樣姜濤的 你都 叫做有一個 你沒有儀式 你都在網站 alance出來 對不對 你都說2022年全球選舉 最英俊的就是姜濤 你起碼都這樣 去做個alancement出來 但是 你又沒有 所以我今年 在這個位置 都放輕了一點 所以你看回我這段影片 我再這樣說回這件事 其實是說好像幾個星期之前 我不記得我這段影片是幾時播 太多了 我每一天都推出 結果就是這樣 但是 我想我相信 其實我沒有改變的 我知道自己 記得我自己講過什麼 我就說 每個大大消息的選舉 在不牽涉一些太大個人資料提供之後 我覺得都應該參加每一個領域 關於姜濤的一些投票 選舉 我記得我講過這件事 但是問題上我就希望 希望大家就真的要 不要抱那麼大的期望 我不知道今年201310月選舉 選了這個最佳英俊之後 究竟又會不會無聲無聲 就沒有了 下年二、四年又開始再選 都不撐 這樣 我必知道我跟你們說 你們有心理準備 萬一你們 很努力每個小時去投票 但最終 投票的結果 沒有公佈出來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激氣 不過我先給你們一個心理準備 那就 萬一可以這樣 但我希望不要了 是不是 話說我們 姜濤都 我看到很多人 投票 不然現在怎會 Number one 起碼有52%支持 很穩健的了 今年 接下來這兩個月時間 我想姜濤一定是拿了 第一名的全球最英俊第一名 肯定的 但是如果到時候 你再不公佈那個結果出來 下次就沒有姜濤 去你這個投票那裡玩的了 我希望 這次真是可以 正正式式 正正式式 不要那麼老套 搞了這樣的活動 就叫了那麼多人去投票 現在也有 11萬票多 所以 希望 希望 大家 投賣今年 投賣今年 下次就 就不要了 這樣 是嗎 就是這樣 唉 就是這樣 所以 大家很容易的 剛才我說了這個名字 大家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好嗎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大約是這樣 OK 好 另外一單 就說一下一些開心事 大家都知道我們 姜濤有時候 就是我不敢說全部 我們姜濤 大約的時候就喜歡 帶著姜濤公仔 周圍 跟我們去 闖蕩 這個 世界 的嘛 就是不論 不單止香港 世界各地都有 有姜濤 去拿著我們公仔 去陪我們一同闖蕩 上一陣子就說到 有加拿大的姜濤 拿著姜濤公仔 10吋的那些 去到加拿大的 婚姨草農莊那裏 就作客 順便就向農莊的主人介紹 誰是姜濤 就去 聊了很多計 甚至 惹起了一些誤會 高登仔都 幫忙澄清了 今次 又有姜濤 姜濤 就去拿著這個 姜濤公仔 去 hi tea 不是說姜濤和姜濤去hi tea 現在再強調 人們就誤會了這件事 高登仔就在裙子裏 有幾張照片都看到 就說 帶著 這些姜濤公仔去hi tea 很開心 就說 跟小桃桃去hi tea 就拍到了 我從照片都不知道去哪裏hi tea 而我看到是有些英式hi tea 有幾層架 有些英式酥餅 有些 甜品 還有一些曲奇 相當的美麗 相當的美麗 好像我看到的照片 遠望到 IFC OK Anyway 去哪裏hi tea都不要緊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近來就有姜濤跟我分享 就說 其實他 都很喜歡帶著姜濤的公仔 周圍去拍照 打卡 近來他就最喜歡去1664那裏 1664尖沙咀那裏 去姜濤的 啤酒展覽 去玩 他很多的 他就收藏了很多 這些姜濤十幾吋的公仔 拿去二十幾三十隻 去到164的展覽場地 就放在最大最美的logo牌子前 排在一個圓形 在那裏拍照打卡 很開心 但是他近來就分享 近來好像 我想是他覺得 我不夠膽說全部姜濤都這樣 他近來覺得好像被人 歧視得多了 這樣說 為什麼他這樣說 他說 就說 近來他就 因為他要帶二十幾三十隻姜濤的公仔 其實他需要 又穿著一些袋子 甚至背包 當然如果有些 駕車我都沒得說 有時候我們的姜濤都是搭交通工具去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都覺得 好像多了人去看他們 那我就安慰他 我說 其實 你不用覺得不覺得 其實呢 可能以前你太過熱衷 還有 你少留意身邊的人 其實一向人都報以一個 眼光的 去看我們的姜濤 即是覺得 那些姜濤也有帶一些 姜濤公仔打卡 那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賣姜濤公仔的一些奇遇 然後容後再說 那 其實一向都有 一向他們都會 報一個 咦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為什麼這個 這個女士這個男士 拿著那麼多姜濤公仔去哪裡啊 那可能因為 已經年復年 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所以呢 有很多人都已經 反而習慣了我們這樣做 但是為什麼你說你的感覺 是覺得 近來多些人去 留意或者 佈一個奇怪的眼光呢 會不會有很多 看著你的人 他們本身是 沒有經歷過這段時間 沒有經歷過這段時間 他們不知道 香港支持姜濤的一群姜濤 是多麼積極去做這些事呢 分分鐘他們可能是 剛剛才 開始 來到香港 了解香港的文化 所以 可能多了 對呀 去說 為什麼這些人 那麼 那麼大個人 我想當成年 拿著整大堆公仔去哪裡呢 是不是 落到尖沙隊 K11 難度去買 去捐 可能他們就有些 奇眼光 所以你說 其實 一向都有的了 這些東西 我又覺得 不需要太過 介懷的 我自己覺得 做人的事 幾樣東西而已 開心健康 還有 正面 這樣就可以了 基於別人怎樣想 覺得我們是怎樣的一個群組 有時候都不理得那麼多 總之我們自己好人好事 是吧 全正能力 是吧 恆大愛 就是這樣 所以 就不用這樣 所以我看回這張照片 我很開心的 我也想跟如果我的 姜濤呢 share這張照片的姜濤呢 有聽我的頻道 都 都覺得我很欣賞你 真的很欣賞你 我這張照片又拍得漂亮 跟姜濤一起去 吃茶 吃東西 欣賞風景 喝杯咖啡 就是一個相當好的活動 我都頂力支持的 還有我希望你繼續去做 繼續去努力 帶 小桃桃周圍去 去多些地方打卡 起碼 可以share在群組 Facebook那裏 給我們多些欣賞你的街座 看看下次小桃桃可以 和你去哪裏去 去開心 這樣就最好了 所以 我覺得這些 如果 譬如你是說 平時是 可以比較 抽到多些時間去參與這些活動 就自己開心一下 我覺得 真是無妨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 分享一下 給大家聽一下 這樣 近來 都要 看回 一個 YouTuber 這樣 就說 他是 那些網友 就說 不要聽這個YouTuber 因為為什麼呢 他就說 有一個 YouTuber 就說 自稱是一個 80后 你不要search 這個YouTuber 因為我覺得 都是有些 有趣的 因為為什麼呢 近來分享一個YouTuber 有一些 姜糖 就說 就說 原本 他近 這輪 他就經常 去出片 他就說 去讚姜濤的每一首歌 譬如說 聽姜濤的每一首歌 然後就像感言 什麼感受等等 就很有趣 原來 在一些姜糖翻查了他的頻道 是說十個月之前 其實他還是很欣賞Anson Lo 很有趣 大約十個月之前 他都出了片去欣賞Anson Lo的 跳舞 歌藝 說到他真的很好 天上有地下霧 十個月之前 基本上 他沒有提過姜濤 然後 其實我 再翻查一些資料 他不是說沒有提過姜濤 不過他在十個月之前 是說他 有讚Anson Lo 以及 很欣賞Anson Lo 覺得他是很棒 類似的 類似的 我忘記字眼怎麼說 還有一件事 他不單是欣賞Anson Lo 還有Jer 都經常乖口給Edan 這樣 那我就不特別的 我覺得這些就沒什麼特別的 你喜歡撐誰就撐誰 你撐Anson Lo就撐Anson Lo 我沒什麼所謂 但是有些姜濤就覺得很介意 就說 原來這條頻道本身是欣賞 是想開Anson Lo的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你近排 近這半年有多 是不是 說姜濤開始 面對一切困難 是不是 突破了一切 譬如那時候 腳傷 或者 紅管事件 甚至是被Haters 追擊當時 你不出來說話 是不是 你不出來去 去撐姜濤 當姜濤好像 安然無恙 居然出來說 很欣賞姜濤 但是他們 最覺得一個最不能夠接受 就說他之前都是狂有很多片 狂有很多片 是去撐Anson Lo 是不是 所以有些姜濤就覺得奇怪 會不會這個又是一種流量Youtuber 什麼叫流量Youtuber 就是去見很多姜濤 很多姜濤 很多姜濤支持 很多人就開始聽 看姜濤的東西 他就覺得 覺得姜濤是一個流量密碼 我突然想一下用什麼字 覺得姜濤是一個流量密碼 所以就開始 找姜濤做題目 很多人就說他批評 說姜濤唱歌的時候 就不是太真心 我也看過他的片 他只不過是用一些比較 冷靜一點的態度 或是Calm一點 好像沒有什麼動情去描述 好像很黑板去對稿讀 你至於你感受到他對姜濤愛的那種 Pressure 即是那種熱情 可能有些人都覺得他沒有 但高登仔又覺得 這些可能各有各情緒表達 不過我都 引述很多姜濤的意見 覺得這個Youtuber 並不可靠 是不是 真的支持姜濤呢 不知道 但是起碼有一件事就是 當姜濤近這幾個月了 真的紅不起來了 很多人說了 他才出來 去說多些習慣姜濤的東西 但是說回他之前 說十個月之前 十個月之前 是說他很喜歡Anson Lo 很欣賞Anson Lo 以及聽Anson Lo的歌 引起很多姜濤 不是說懷疑 覺得不滿 甚至覺得這些Youtuber 就是不可信 只不過是純粹 知道姜濤開始 工作回來了 很多人去撐 成為一個流量密碼 就突然出片 不斷說姜濤 就是這樣 甚至覺得一個關鍵點就是姜濤最需要人家幫手 可能是說今年 1月1日 他受到那麼多個攻擊之後 你完全是沒有幫他說過任何一件事 不是好像高登仔那時候 每天都在撐姜濤 到了姜濤沒事的時候 你才出來 感上天花 還有沒有姜濤是覺得你是可靠呢 姜濤就是這樣去描述這件事 但是老實說 高登仔之前都不知道有這些Youtuber的存在 只不過是看群組說 回到我才撐進去看 你說是不是好看呢 各花入各眼 例如高登仔就不會再翻看了 老實說 就慢慢地 因為 我自己覺得我講話比他更吸引 所以我都不特別去 再聽 只不過是 我們看到姜濤跟群組說這件事 我覺得值得去講一講給大家聽 正如有很多 現在不知道的 這個網絡世界 你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真支持還是假支持 你都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一件事就是 露遙之馬力日久見人心 是不是 他只不過是純粹出來抽 但是那些Haters都是 是不是 之前我講過那個Hate 他之前都是講一些 網絡的明星 是不是 網絡的紅人 是不是 但是突然覺得可能姜濤就是開演唱會 多人說 不如抽抽水吧 出來 說一整段片 是不是 他又片面支持 片面的 說到 說到姜濤好像一民不直 結果 人類很多人對他的不滿 特別姜濤 當然不是說點擊 說完一切 只不過是 我都希望去重善如流 如果你真是做一個YouTuber 就 正正經經 去一個持平的態度 別人好的地方你講回去 別人好 別人不好的地方你講回別人不好 就沒所謂 就是要用高德仔的說 每天 姜濤的數據報告成績 我 都是照如實報出來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聽上來說 為什麼經常都報一些好東西 但是因為正正就是姜濤 所做出來的成績 全部都是好東西 所以我就只可以 豁絕無奈 這樣去報姜濤的好東西 對不對 我想找一些差一點的成績報都沒有 你說在我引領之中 即是我有記憶力的嘛 高德仔 是IG一直在 譬如Anson Lo一直的IG 訂閱率是高於姜濤的 那我有沒有報 我也有報的 對不對 我是有報的 我不是說姜濤的成績是好的 姜濤譬如他的訂閱人數 比Anson Lo我一樣有講的 我一樣持平的 是不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所以我既然有報得 這些叫做 So far 括絕不好的成績 就是說我報的成績全部都是真的 我沒有刻意 真的就這樣報好成績出來 所以也是側面反映到 姜濤的成績就是好 厲害了 是不是 我就是持平的去報出來 去告訴大家我的真相 所以 看回這件事我都覺得有趣的 近來 無論是表面上 就是那個 牌面上是支持姜濤的YouTuber也好 或者是 突然間出來抽一抽姜濤的 Haters也好 因為近來姜濤真的太多事發生了 你說這個月頭 踏入2023年的下半年 是不是 我這些新聞 我都可以俗稱 我這樣說 無論全體傳統傳媒 和網絡傳媒都好 他們有時候 報導一些新聞 都不是說真的十分正面的 你們看得到 其實報導姜濤那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從一個 負面的角度出發 是不是 就算是 之前他做姜濤去一些 不同的活動 等等 甚至是 做一些善舉 做一些善舉 他們就報導得很平淡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 例如做訪問 你知道姜濤其實多小動作 做訪問 面部的小動作 又說 被人敲黑面 說他敲黑面 又說成這樣 又說唱歌敲黑面 我不記得了 之類 其實我覺得取態很重要 當你看見姜濤的一宗新聞 你 採取什麼角度 去怎樣看這件事呢 但是我現在發覺 是很多傳媒機構 或者網絡傳媒 是用一個比較負面的 角度 負面的一個 層面 去描述姜濤的一切的新聞 很有趣 所以 有很多姜濤就說 其實姜濤 是不是背後被人搞緊 還是怎樣 我都說了 如果我知道 真的是 這些消息 我就一早跟了大家說 但是因為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 麥克風的人 我又沒有內幕消息 我只不過純粹以自己 個人分析 和 資料搜集 引證到一些事出來 跟大家分享 但是你說 是否集體被人搞 我真是 很難去 說給大家聽 這件事 特別現在 姜濤就來開 個人演唱會 他現在最重要就是 全力 專心去處理自己演唱會的事 至於我的 姜冒 甚至是在這個網絡世界 攻擊姜濤的一些 那可能就交由 高登陣去幫忙去看著他們 是不是 一有少少 我都在 這兩天我都不斷重複一件事 有時候我們都 這些負面言論 負面的 討論 現在的發展 是需要正視和回應 就不是助長他們 只不過是我們用一個 教化 善心的心態 去幫助這些負面能量消失 所以這件事就是 高登陣一直堅持下去 我們都很希望 大家可以繼續堅持 去支持姜濤 堅持去回應這些不實 以及Haters 搞風搞雨的動作 我覺得是為之重要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 姜濤的中日新聞 大概是這麼多 其實今天我都 發了不少勞訴 老實說因為近來都看到很多 對於 姜濤一些好像 不太公平的東西 出了來 所以近來都是發了多勞訴 不過 不要緊的 我自己都會繼續去 做姜濤的各項成績 以及新聞 希望 可以幫到姜濤也好 姜濤多點了解也好 好不 差不多了 明天就會繼續有姜濤的綜合 新聞報導 希望大家 準時回來收聽 記住 還沒炸好的 快點炸好這條片 準備留言的 留言留言 好嗎 好 這樣吧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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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